第1860集 本座便敢灭了你燕族重地 一道火光闪烁 龙马浑身赤金鳞片炫目 如神经筑成 且有烈焰腾腾 人力而起 两只前蹄向前拍击 成片的古建筑化为尘埃 叶凡被发作 他却先表态了 出手大闹燕族重地 这里有上古法阵守护 但是依然被毁掉了大片建筑 待老夫出关 再与你们计较 威严的声音 让天地都跟着隆隆而鸣 所有人都明白 这肯定是燕族老祖燕羽 与先交贺 燕族 请你们给一个说法 为何包庇叶族 允许他们进太古道场 始杀人族试炼者 后方很多人响应 跟着义琴呐喊 这是名副其实的逼宫 激起一场轩然大波 燕翅峰喝道 你与城中开杀戒 已经违背了成规 还敢私闯民宅 逼犯我燕族乃是十恶不赦之罪 他面沉似水 站在一座巨公上 俯视众人 与你族相比算得了什么 燕家道行逆师 勾结义族 放任他们进太古道场 残害人族试炼者 图谋甚大 有不可告人之密 作以当灭族 叶凡说道 声音巨大 传遍大半个古城 许多人跟着呐喊 声势浩大至极 燕族道行逆师 与一族相互勾结 图谋不轨 当阵杀之 燕赤锋心头巨跳 这些罪名要是落实 燕家必然要会被连根拔起 他喝道 你 心口雌黄 污蔑我族 今日 拿你正法 在他的审判 各种道文流转 四位老人 共同祭出一座 巨大而宏伟的石塔 共有九层向着叶凡 镇压而去 这是一件可怕的法器 以绝品材料炼化而成 威能极大 向着叶凡镇压下 是一种进气 落下的刹那 熊熊圣光燃烧 都要将天鱼引爆了 嗡的一声 叶凡的眉心一铲 一座顶飞出 日月星河缭绕 木气如瀑布般垂落 压得十方虚空崩塌 咳嗒一声 镇压而下的骨塔 顿时军裂 但却也在快速燃烧 将要炸开 想重创叶凡与锐 唯一等人 万物木气顶神威通天 今非昔比 内运宇宙星空 宛若一个磅礴的大世界 瞬间将燃烧的骨塔 吞了进去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一键盛气在顶内燃烧 可是却显得如此渺小 如一朵烟花绽放 未能掀起波澜 万物木气顶翻转 顶口朝下 一片结灰洒落出 一宗强大的劲气 就这样被化成了尘埃 磨灭了个干净 强强的 万物木气颤抖 悬在空中 竟扫落下万道混沌剑芒 蒸蒸作响 震惊了所有人 这果然是一剑无上道气 才化为圣兵而已 就如此的惊艳 混沌气缭绕 此兵垂落下一缕缕光芒 恐怖滔天 远处 燕翅峰身边的四位老者惨叫 被混沌剑芒 批成了血雾 行神俱灭 呼的一声 那座密布有上古圣级法阵的巨公 被剑气扫平 燕翅峰一条臂膀被削了下来 鲜血淋淋 被一个灰衣老者救走 避过一劫 你们太放肆了 敢在我燕族种地撒野 灰衣老者满脸寒霜 大声吼道 一缕缕盛气 自他身体弥漫而出 无需通明 很多人都知道 这是前任大统领燕雨 隐退多年了 而今实力高深莫测 他脸色红润 须发洁白 肌体并不干枯 看起来不像是寿源将近的样子 依然有一股精气神 与传言不相符 他在此程威名赫赫 顿时让很多人 神色一致 短暂的宁静下来 鸡威已久 让人惧怕 燕大统领 我只想问你一句 包庇一族 该当何罪 叶凡站出 一声大喝 像是一道霹雳般响彻古城 其他人也都喊道 没错 请燕大统领回答 你身为护法者 府中却有一族 他们曾围杀过失恋者 我们想请大统领给一个说法 府中一些人猝眉 万万没有想到会演变到这一步 本想引叶凡进来直接杀掉就算了 不曾想他鼓动极难民的民分 民意不可杀 大统领请你给我们一个说法 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大统领森然地扫过每一个人 毛子开河间光束绝世犀利 射人心魄 叶凡贺问 大统领又可知自己在做什么 一族之人闯入太古道场 全都是于汉所为 于本作何干 出现在我的府中 另有他隐 你们不懂 前任大统领谚语说道 叶凡步步紧逼 那就请大统领为我等试货 这些一族何以成为你的座上客 没错 为什么这些一族凶手逍遥法外 成为了大统领的贵宾 请解释个清楚 一群人逼宫 到了现在群情激愤 城中有很多条街道 大批的人向这里赶来 都听到了传闻加入进来 一起大声的贺喊 逼问燕族 燕鱼沉着脸 如何处置这些一族 不是你们该掺和的 守护此城的人会处理好 倒是你们拥聚在一起 集体搅闹 这件事非常不好 我倒想问问大统领 如何让守护此城的人来处理 是于汉这样的人吗 还是说是你本人 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被处理 反倒成为了你府上的常客 此外 群体搅闹并非我等意愿 有阴才有这国 不然又何以惊动大人你出现 你离我们太远了 不知我等之苦 放肆 燕鱼阴沉着脸 有些事不是你们所能乱说的 这是执法者的事 与你们无关 速速散去 叶凡头顶万物母气顶 手持按金长枪 打不上前 那我想问一问大统领 执法者 真能为了这件事 自星空古路深处赶来吗 大统领身边的燕赤风 嘴角露出一缕 不易察觉的冷笑 显得有些残酷 但很快隐去了 叶凡心中一正 觉得有些不对劲 放心吧 执法者会处理好这些事情的 大统领燕鱼冷漠地说道 瑞维问道 他何时能到 大统领燕鱼高声说 执法者为此事已经到了 就在我府中 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了吧 何以异族出现在此 因为执法者要处置他们 所有人都是以呆 执法者在星空古路上 是一群身份极高的人 平日几乎不可见 想不到竟来到了燕府 现场一下子宁静了下来 叶凡的脊背 升起一股凉气 目露寒光 腾其阵阵杀意 在这一瞬间 他想到了很多 燕族果然很辣于可步 竟为他准备了这样的杀局 一位执法者在此 他若是一个人闯进来 若是无声无息的将他处死 不会引发任何波澜 死也是白死 执法者出手 谁能说什么 这是在弘扬正气 叶凡并没有一个人进来 而是拉上了朱雄 一群人逼宫 超乎燕家的预料 故此杀局未能用上 众目睽睽 燕家没有办法临时 向他身上泼脏水 无法为他扣下一顶大帽子 执法者不好明目张胆地动手 显然 与仙也快速想通了 其中的利害关系 当下面带冰霜 燕家好狠毒 相互勾结 不过 终究是未能如愿 执法者何在 要怎么处理 剩下的两名一族 有人这样问道